下午好,我是罗伯特,欢迎观看宝萌新型检测系统ColorBrain Forum 4.0的介绍,用于地板生产线的新一代检测技术。 自2003年以来强化地板检测系统一直是宝萌成熟的产品组合的一部分。全球几百条主要的地板生产线都依靠宝萌检测系统来保证其地板的质量。 作为一个成熟系统的进一步升级,新系统考虑到了强化复合地板生产中的变化和趋势,及木材生纹路的自然结构。 在我们谈论主要的新功能之前,首先让我们看看新系统的紧凑设计。 公控机、控制电子器件、相机和照明系统一起被集成到检测系统中。 不再单独需要一个电柜,只有一个小的控制终端放生产线旁边。 现在我们来谈谈地板4.0系统进一步升级的内容和目标。 系统升级的重点是在即使在深纹路结构的表面上也能可靠的检测缺陷。 开槽产生的缺陷是开槽线上的一类关键缺陷。 图形显示了左边有老鼠牙的不良洗削边缘,右边有两个边缘崩缺的情况。 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产品的降级,此外还会报警提醒机器操作员去消除产生缺陷的原因。 通过使用紫外LED灯,透明和乳白色以及缺失的耐磨层之间的对比度明显增强, 因此即使是耐磨层中较微弱和较小的缺陷也能被发现。 乳白色斑点在对应通道的数字扫描中形成亮光, 缺少的耐磨层在对应通道的扫描中看起来很暗,而双层耐磨层看起来很亮。 一个新的、有帮助的、有意义的功能是将缺陷分配到它们主要出现的生产工艺中。 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区分,一、开槽缺陷,如边缘和槽的缺陷, 二、油漆缺陷,如压贴装饰性颗粒或污垢,以及耐磨层缺陷和纸张错位和, 三、搬运产生的缺陷,如损坏或划痕。 虽然开槽缺陷的原因可以部分消除,从而降低成本, 但地板制造商通常无法对油漆和搬运过程中产生缺陷的原因进行改进。 不管怎样,无论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所有检测到的有缺陷的地板都会被剔除。 各种缺陷被检测系统自动分配到缺陷组。 每个缺陷组的公差是用质量矩阵设定的。 X轴描述偏差的大小,Y轴描述偏差的强度。 通过使用模板,宝萌在产品数据管理方面创造了类目。 纹路相似的地板被分到一组,因此不必为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地板进行合适的检测设置, 而只需为少数几个模板进行设置。 对无害缺陷,如松散的颗粒和松散的开槽残留物的接纳帮助提高第一选择比例。 无害的缺陷,如松散的散落的颗粒,由检测系统独立检测, 并进行分类和识别以便在这些情况下地板不会被降级。 同样地,可改进地松散的开槽残留物是可接纳的, 以及在产品优等率非常高的生产阶段有轻微缺陷的地板可以被分配到第一选择。 通过自我监测功能和通报异常,如温度升高、照明亮度降低、 公控机、相机、照明故障或照明或镜子上的沉积物, 实现了高水平的运行安全。 统一的数据管理能够对一个工厂或集团中的多个地板4.0系统进行系统比较, 从而确保同一产品在不同的生产线或地不同的点以相同的标准进行评估。 地板4.0检测系统在宝萌工厂进行了校准和标准化设置, 确保可以在最短的生产线停机时间内快速进行调试。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Florum 4.0系统有一个新的,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 操作终端提供了一个当前生产的概述。 检测结果与板件质量、缺陷以及生产统计数据按不同的时间段显示, 从单一板件试图到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时间段, 都是可扩展的。 如果生产团队与检查系统紧密合作, 尽可能多的故障被提醒并及时纠正, 那么这种在后台运行的良好生产是可取的, 也是可以实现的。 在此,我向大家告别,感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能引起大家对Florum 4.0系统在生产中的质量保证的兴趣和关注。 再见,祝你玩得愉快,你的罗伯特。